原本因為這個颱風 他是說比較是西北臺 那對臺中比較沒有影響 那是之後那越來越偏 之後才把臺中也納入 這個警戒範圍 所以那個時候決定出國去視察 那本來是個正確決定 那據我所知 其實在飛機上 這個盧市長 他有買wifi 所以他是全程掌握 颱風的動態 那他一下飛機之後 基本上他只停留五到六個小時 他就是在附近找了一個空間 然後他開了一個緊急會議 跟臺中馬上開一個緊急會議 所以做了一個緊急決定 馬上回到臺中來作證 所以我覺得這展現了 他一個決斷力 我覺得決斷力很重要 因為相對民進黨 現在再酸就算了 之前民進黨二零一六年 那一次林佳龍 事實上他去歐洲 那時候他去出訪 那的確也遇到颱風 他要回來的時候 結果因為太晚做決定了 就是因為太晚做決定 所以他被卡在曼谷 回不來 那事實上最後 他們也沒有回到臺中 所以我覺得相較一比較之下 高判立下 那我覺得民進黨現在在講說 這個盧森在作秀 那如果要用這個邏輯來說的話 那林佳龍是不是 那時候跟無腦作秀 而且還作秀失敗呢 所以我覺得任何 不管是颱風 大家都是絕對沒有辦法承擔 任何一位市民受到傷害 所以會去做一個專業的判斷 但不要利用你們的政治腦 去來解讀 去分析這種專業的判斷 好 那麼國民黨秘書長黃建廷說 因為之前有傳輸 盧宣要選黨主席 盧宣如果選國民黨主席 豬未必會爭 不一定會爭 也沒有說一定不爭 但是不一定要爭 看情況 那到底怎樣 盧宣會不會爭黨主席 另外賴清德第一次進入住宅應變中心 那問了一個問題 說颱風架有包括晚上吧 有沒有包括晚上 應該是要包括 當然是包括 那另外呢 這個賴清德曾經有三次跟颱風架交手 原來是大家講神預測 人家放他都不放 很好 後來就無風無語 結果呢 這後來變成插畫王 為什麼變成插畫王呢 因為他前一晚上在臉書上一句考量六到八點 上班時間 雨勢可能還大 市民可能是雨勢變小 再出門 不計遲到 就是你可以雨小一點再去 雇主不應該計你遲到 所以網友說你是插畫王 不放假卻要雇主不計遲到 賴清德被罵 就是說這個反正就是放假 其實都沒問題的 不放假 除非你完全無風無語 他說哇 你很厲害 但是不可能每次都神預測了 那另外呢 說賴神不放假 造成市民危險 在路邊勸女童回家 在路邊有個女童 你來幹什麼 趕快回家 後人以賴神勸童 比喻自己造的孽 卻在那邊假星星 就是他大概沒有時候放假了 學生就來上課了 看到學衣就很難 你趕快回家吧 你說你這什麼意思呢 總統臺說未來二十小時 非常險峻的挑戰 因為這個看起來強 臺方變成強烈 強他要洗臺 講完說凱米影響臺北市 像蘇迪勒一樣 移動的方式像穆拉克 另外呢 嘉義士也是原來說不放不放假 結果呢凌晨十二點改變 說還好 不是清晨才改變 當時大家有說張善政如果這三天裡面有一天放假 我就送一千五百分雞排 結果呢他現在放假了 所以臉書就說哎呀市長好帥啊 好那麼去年呢 有全臺灣都放臺灣假 只有桃園沒有 所以他們才認為說 桃園今年大概也不會放 結果呢放了 那麼另外呢這個講完講這個什麼蘇迪勒 台風到底是什麼 我查一下資料 蘇迪勒是怎樣 蘇迪勒當時對雙北造成蠻大的影響 在二零一五年 五死四失蹤一百八十五傷 這全臺灣多處有災情 停電累進四百萬戶 雙北最嚴重 路數倒塌很多 三百二十三個學校有災損 國內外班機影響五百三十四 航班 延誤了八萬人 所以蘇迪勒他們很擔心 所以影響會不會跟蘇迪勒 楊憲 我覺得那個颱風假常常是政治人物的 燙手山芋 就是說你太早決定 大家罵你草帥 你太晚了 大家就是說怪你不負責任 那其實也很多的民眾 會在社群網路上 要求你要放假 可是呢你裡面也會很掙扎 因為這會考慮很多 還有氣象的專業風量雨量 那還要就是說 那選民的要求 那還有各縣市 是不是要一起協調 但我覺得這次 這次的放臺風假 基本上我是以臺中 桃園 臺北 我基本上是給予支持的 我覺得這樣的做決定是對 因為現在放颱風假 是像北北基還有陶 就是已經被一日生活圈了 所以這次在考量 也不是只有一個單一的考量 雖然蔣萬安的這個臉書 好多人說敲完說市長趕快放假 那這次是八點 這次就決定要放 但是以剛剛來講 那個臺中 那個魯秀燕那個例子 我是覺得民進黨大可不必去批評 因為我覺得這個市長 面臨這麼大的風災 因為他颱風的路徑 突然往南偏了 本來是要往北 西北走的 他往南偏了 市長馬上決定要回來 跟他的市民同在 這樣的決定 我是要給他比一個讚的 你去那邊批評說你這個作秀 我覺得真的太過了 這個沒有必要這樣子 那再來這個嘉義 他的這個轉 其實也是 我是覺得現在的颱風 真的是要料底要重嚴 一定要一定要 就是說保障市民的財產 以臺北來講 雖然早上無風雨 可是待會傍晚 可能風雨就會變很大 你覺得這個就是一個決策 就是一個決斷 我覺得這個颱風假 真的就是一個 我們說颱風政治學 市長如果決定好 決定不好 其實會影響很大 那市長決定跟他的市民 站在一起 我覺得這樣的決定是對的